高雄前京區的一間KTV 15號凌晨3點多 發生了鬥牛衝突 有兩名男子在包廂裡頭 不斷的推擠拉扯 其他的朋友看到之後勸阻 兩人依舊是互不相讓 原來雙方早就有嫌隙 在當天相約餐序 久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警方獲報也出動了快打部隊 到現場逮人 你賣檔啊 你賣檔啊 KTV傳出鬥牛衝突 快打警力立刻到場制止 我再自己跟你做一次 站著不要有動 眼看男子情緒激動 原警不得不高分被喝斥 我不會動他 你拿我手我不會動他 似乎自知理虧 男子隨後冷靜下來 而另一方鬥牛當事人 稍倒前氣焰超囂張 現在則是乖乖配合 扣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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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扣我扣我 對你太好是不是 就算再認錯依舊沒有用 還是得被上銬逮捕 最後警方也將一干人等 全都帶回調查 現場就看到你們有糾紛啊 大家都靠起來大家都回去 是 事發在15號凌晨3點多 高雄前津區中華三路的KTV 收到前凡姓黃姓男子 兩人在包廂內互相推擠拉扯 就算其他朋友在旁勸阻 依舊互不相讓 原來雙方之前早有嫌隙 當天相約參緒 酒後一言不合 這才大打出手 快打警力前往不將兩人 待凡所依殺害與社違法送辦 幾杯黃糖下渡 近在KTV包廂起肢體衝突 還不甩朋友勸阻 如今互提傷害告訴 兩人之間的梁子恐怕也越結越大 藉由高雄中撞不倒